觀眾朋友大家歡迎回來 那麼我們持續的鎖定標股奇蹟 現場邀請到的是 我們顧得頭顧的 蕭永明老師老師好 主播全國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老師我們看到這個是 今天的台股 這個指小漲三點 昨天老師就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預告了對不對 那個心理防線已經來到一個 因為我昨天被嘎到 我昨天空單被嘎到 所以我當然要看空 今天就漲不到 就漲不動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們就 回到臨走就做一個平倉 好 那接下來怎麼看 接下來其實我們今天最主要 今天禮拜四了 特別是針對九月份 那麼近期九月份最主要 台北股市最主要的議題 應該只剩下一項 也就是說 這次iPhone7跟iPhone7 Plus的 推出之後 接下來對台股實質上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內容裡面 稍待會特別跟各位報告一項 你無論如何不能錯過的標地股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 畫面上各位你所看到的是指數 昨天九月七號跟今天九月八號 對不對 底下是我們的PSY 心理線指標 昨天指數一路漲為盤 最高攻到9262點對不對 好 那麼接下來你就看到什麼 看到今天九月八號 是不是出現一個急速的下滑 好 那你一定告訴我說 這個模式叫做什麼 我很快速跟各位報告 所有的金融商品的價格 不管是股價指數統統一樣 當它超漲 超漲 或者是超跌 請問各位 它一定會怎麼樣 你說超漲超跌 它一定會修正對不對 對 可是你不要忘了 修正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價格調整 一種叫時間地也 不一樣 任何指標 不管你什麼指標 不管你什麼個股 什麼指數都一樣 它只要超漲超跌 它必然要修正 可是修正分成兩種 一種它用時間地遠去拉長 它的一個整理期 讓指標做修正 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它直接價格調整 好 所以PSY的功能在於 它在告訴你 好指數或股價 已經來到相對的高檔 高檔你要做避險 你說避險它又被嘎到了 嘎到就嘎到啊 最壞狀況就是做停順 所以我們昨天的看法就是說 除非昨天晚上美股是大漲的嘛 因為目前台北股 是跟道雄正乖離 超過三個百分點以上 所以隨時一種要步 就是道雄往上來收斂這個乖離 一種就是台股往下做回撤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昨天正50之後指數持續往上漲 是不是公道最高到9262 今天就趕快到要漲了 問題是漲要怎樣 漲你就跟補的要怎樣 你買第二次你是不是要在9227 是不是來到富士了 那你就樂觀啊 接下來呢 接下來是不是來到零走 你可七斤雙雙就平常了 就OK了 報告完畢 針對指數的部分 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 證券金融市場 它其實只有兩樣 我不管你是指數啦 所有的商品 你只有兩種 你一定要確定 你不要去說 明天可能會漲 萬不定會漲 那可能會漲 所以如果他沒漲 所以他就會漲 那不是白講了嗎 我的看法就在於 你可不可以在真正相對 幾乎的相對最高檔 跟最低檔 那你有個系統 有個工具 那每個人用的都一樣 他告訴你 高點到了 低點到了 他並且不僅僅只是針對 單一商品 那你一定告訴我 那針對 針對這個 以心理線為例 你該怎麼做評價 我們的用法就在於 -50叫賣方衰減 你要做多 你要再買方 反之呢 那正午時叫買力耗盡 你縱使不空他 你也暫時踩個煞車觀望 OK唄 好 回過頭來 我們來舉一檔股票 叫樂森 我一直認為 今天如果有哪個分析師告訴你 哇 我們今天跌停板滿樂森 縮板漲停板 賺了19個百分點 這個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心情很不好 因為一個從業人員 應該讓所有的投資大眾知道 當你在進入 介入一檔標的股 你一定有非常大的風險 那你怎麼去避開這個風險 其實樂森這一次告訴我們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絕大部分的投資人 我們都沒得到 包括一些分析師應該也都沒有 受傷的是誰 是市場最保守的投資人 你知道嗎 這次樂森的事件在告訴我們 反倒是最保守的投資人 全部中獎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來看樂森 樂森的股價從今年3月分 從12080暴跌到37 今天從跌停拉到漲停 那麼我要告訴你 就在於 你不會遇上崩跌的 你未來也不應該遇上 任何一檔標的股的崩跌 你不應該得到 好 請問各位 這裡誰會受傷 只有一種人會受傷 就是你是很保守的投資人 就是說你不敢買股票 你很怕你知道嗎 所以你希望你又有一筆資金 市場定存利率又這麼低 那你又會害怕 那你結果你又等到有一天 熱身議價 議價 以高議價要來併購 所以你如果想說這樣好了 我就賺他一點點的銀頭小利 對不對 因為還有一點空間 你就買下去了 股票也被所擠保了 結果 誰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匪夷所思 因為過去以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 說併購不併購的 好 但是不管 我們要提的就是 股價 盈與 本益比 你既然是保守型投資人 你最起碼 你說我 PSY正50做空 負50做多 對不對 你說好 那我不以技術分析 那你最起碼 股價盈與本益比 股價如果是100 我叫100 每股盈與上半年3毛錢 不是3塊 0.3 我不管你全年是1塊 或虧損或3毛 他的本益比是驚死人 是幾百倍 那虧損就0 就沒有本益比 所以 你如果是個保守型投資人 你不應該去卡到這一檔表力 我剛才說的是這樣 所以更不要講什麼 我今天跌停什麼漲停 我覺得那個沒有必要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舉例 這個禮拜以來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你再跟各位報告 投資 你在追求什麼 叫獲利能力 不是你的獲利 就是你的標地股 你在看你標地股 它的成長性 它能不能永續經營 獲利能力 能不能逐步提高 對不對 那操作 你在評估你的勝率 各位再回顧 從上個禮拜五 到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到今天禮拜四 我們有沒有跟各位報告 一檔標地股 叫做6180的感冒 有喔 你有說橘子 對 好 來 股價 叫本益比 股價引於本益比 股價這裡叫30塊 這裡叫PSY-50 這裡叫37塊 這裡叫PSY-50 好 它有沒有從30 漲到37 烏馬 有沒有從37 大跌到26 烏馬 那我有沒有在上個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我們包括在這個時間 包括在友台的盤中 我也跟你做簡報 說你要留意啊 好我們來看 股價引於比較本益比 我們往前回顧 今年以來 七月份的高點在37塊 如果股價是37 每股引於是3塊7毛6 那請問各位 預估本益比是幾倍 那就預估本益比叫9.8倍 對不對 好 就是說 橘子這一波的高點37塊 當時它的預估本益比 約略落在9.8倍 好回過頭來 我們再往前推喔 好 30到37 37 暴跌到26 好 這個26塊 放了 股價叫26 每股引於如果是3塊7毛6 如果你在26塊跟我們同時一起去做切入的 請你告訴我 本益比月略落在幾倍 6.9倍 好 當你看完這張圖表 請各位告訴我 你應該問我什麼問題 沒有啦 你應該問我什麼問題 你應該問我什麼問題 如果我因為所有技術人 口氣到今天去30塊 漲了4塊錢 我不會說 不是啦 你應該問我 這個EPS從哪裡來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應該問我 你自己說 股價37 每股1 3塊7毛6 9分6 好請問你 這3.76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當然不是啊 第一个你要去看法人圈怎么做综合评价 你不能看一家 因为有些会过度乐观 有些又太保守了 所以你应该做家权平均法 不是算术平均 把所有你所能收集到的 有初期评价报告的 总和去看他的家权平均 以该公司举止为例 以举止为例 今年预期2016年每股盈余 约略落在3块7毛6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股价 盈余叫本益比 所以我们来看 举止的股价 一直到上个礼拜五 是不是一度跌到26块 对不对 那请你告诉我 PSY有没有到副5次 这不是当时我们节目上 我跟各位做分享的吗 我说这个股票 这不是已经卖方衰竭了吗 卖方衰竭该怎么办 那你就乐观啊 为什么呢 第一个股 如果操作你要看胜率 什么叫胜率 过去副5时我在这里买进 他有没有涨 他涨 过去副5时我在这里买进 他有没有涨 他涨 当正5时买力耗尽的同时 他有没有给他跌 这个对 这个对 这个也对 所以你预期你的胜率会很高 对不对 再来你再去看他的获利能力 他的获利能力 目前股价属于低估的 刚好有热身事件 造成游戏类股大幅度修正 对不对 所以 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系统跟你说 我会去 然后请你告诉我 他有去吗 有啊 这礼拜 9月2号是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这是礼拜一 这个不就礼拜二 今天呢 今天不是礼拜四 这是礼拜三 礼拜四 还是过家 过来 下去了 没有了 顾案应该是这样做 好 那各位一定会告诉我说 这些都是过去的 对 一个从业人 我不是要跟你讲绩效 而是在于 我要告诉你 就是说 证券市场 你要自己做判别 指数也一样 指数你在做操作 所以你需要有个系统 有个工具 当它来到最高点盘中 即使你会知道说 这是关键 对不对 你该知道你要避险了 反之低档到了 你就要乐观 那么照着这个结构 你去做出手 回过头来 证券投资又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 证券投资你要看的就是在于 第一个 该公司未来的成长性 以及它的获利能力 去做交叉比对 去看出什么 它目前的一个位阶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场 你未来潜在的投资报酬率 能不能有超越百分之三十 四十甚至五十以上 那你一定告诉我 那现在台北高市 台北高市已经起到九千点了 对不对 对 你说现在还有什么高票可以买 有啊有啊 来 各位请看 我跟你分享 各位请看 接下来呢 这是iPhone7 在今天 对不对 那么iPhone7呢 接下来呢 不就要陆续要推出了 那市场开始想 哇它有什么亮点啊 这次会防水啊 对不对 暖七八糟 一大堆 好来我们来看 这是大摩 Morgan Stanley 大摩 那么所出去 最新的最新的评价报告 最新的哦 最新的哦 你看新闻 不如你看这个节目 我们三里财经台 比较快 来 举例 这次的iPhone7跟iPhone7 Plus Surprise 就是它的供应链 它里面有哪些供应商 好那从所谓的金元 那一直到软板 它做了一个总结报告 那从这个总结报告里面 我们就要去看哦 你要去看什么 好那请问 最大的获益者是谁 未来潜在的 特别是在iPhone7 iPhone7 Plus 搭配Apple Watch 这一波出来 那么请问 台北股市里面 哪些上市贵被忽略的 被忽略的 不是已经飙涨的 好举例 各位请看 什么东西叫做 已经飙涨的台积电啊 台积电 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台积电 对不对 因为这次的A10晶片 它拿到iPhone7百分之百 一台就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先 因为为了把它放大 我们切成两块 我们先看Assembly 就是组装 在组装的部分 第一个 一个叫鸿海 一个叫合硕 尾创我们就不要看 因为只有5%到10% 尾创就是pass 好关键在鸿海 这次是赢家 为什么是赢家 因为这次鸿海在 iPhone7跟iPhone7 Plus的部分 那么呢 占有率 占有率 占有率就是说 它的供应占有率 高达百分之60到70 合硕这一次 被降到百分之25到30 那这样合硕 会死去吧 可是合硕它拿到什么 它拿到Apple Watch 百分之百的组装订单 所以你要做交叉比对 你要去详细 去做了解 去做计算 所以第一个 从组装一路往下看 今天大家跟你讲到台郡 对不对 好 台郡呢 这一次在软版的部分 在iPhone7这个部分 那么预期会拿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那相对的 我们做交叉比对 那么在真顶的部分 它会拿到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好 也就是说 如果单纯就软版 那么我们会看好真顶 那么比台郡来得乐观一点 再来 你一定跟我 那景硕呢 景硕是拿到Apple Watch的订单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 你一定告诉我 你不要跟我说红准 我不是要跟你讲红准 我要问你为什么 好 这是在今年的一月十五号 我们当天 我们向我们的成员做推荐 叫做强力买进红准 因为股价盈余叫本益比 好 红准呢 当时在一月十五号 我们预估本益比 约略落在七点五倍 这都没重要 好不好 都消耗面试这都没重要 我要跟你探导是底下这个 一月十四号 当天红准的报价 收盘价叫五十 八块五百元 为什么该外资 target price 就是目标 我预期 为什么竟然可以看到一百零二 他现在是蜡蛟的拿狗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那十天破底 一月十五号之前的红准 是每天破底 那为什么有外资机构认为 每天破底的股票竟然乐观到看到一百块 一百零二 不是啦 那是什么原因 我们事后来看 事后来看 一月十五号 转捏是几乎就最低点这一缸 整一路去 起到九十几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他会长 因为小尔民 因为PSY负五十 所以他起 你不可以这样说 这正五十 他也漏 这负五十 他又再起 这又负五十 就又漏 对不对 这因为除全喜 好 我要提的就是说 那请问 你是一个 假设你是站在投资角度 它为什么会长 因为很简单 来请看 这个叫饥渴 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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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 对不对 饥渴的部分 一个叫可乘 你说可乘今天表现不错 你稍微留意一下 底下这个叫红准 在iPhone 7跟iPhone 7 Plus 可乘只有拿到 只有拿到 只有 only only 15至20% 实在是很少的 红准既然 这一次拿到高达70% 难怪在1月15号 这些外资机构认为 股价58块 跟我们同样的看法 上调到100公里 了解吗 你便不要说 看到这里 怎么办 我们休息两分钟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你 无论如何 不能错过的 一档标的股 你便不要说有什么 因为该公司 之前不是苹果供应链 那这一次的iPhone 7 它介入了 不但介入 稍贷 我们会一一帮各位做 进入部的报告 以及说明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我们的佑敏老师 麦的关子 待会告诉大家 帮回来 投资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照 固德投顾 就是 Good 02 2578 1000 2578 3000 从小 我们就梦想着 爬得比别人更高 爬得比别人更快 跳得比别人更远 有些事永远不会改变 全方位SUV All New Vitara 超越野的极限 欢迎回来 赶快小老师 大家很着急 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很快看一下 最主要 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该公司 最主要该公司 在过去 它本身 它被剔除 在iPhone的供应链之外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 大摩所出具最新的报告 今天出具最新的评价报告 该公司又进入了苹果供应链 并且这一次在iPhone 7跟iPhone 7 Plus的部分 它的供占有率高达50% 有这么厉害 还没说完 最厉害是这次Apple Watch不是搭配宝可梦吗 对不对 Pokemon Go 对 Apple Watch它是拿到100% 哇 你股价应该跟红纯 同样 应该起到天上去 这个才是觉得 我为什么觉得你这一次 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有什么不能错过 明天我们会做进场 那我也欢迎各位 你稍待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 那顺便你务必把手续办好 明天我们一起针对这一档 增赚单股 做一个切入 为什么 我们来看 各位请看 这是该公司从今年元月份以来 一直到九月的股价 明天是日K线股 这2016年1月 这是不是九月 没问题吧 这一月 这九月 好 请你告诉我 该公司这里大摩 最新的评价报告认为 该公司将会拿到苹果 苹果50%的相关供应链的订单 并且在Apple Watch的部分 将会拿到100% 就是全部由他南瓜 好 我们来看 底下是不是我们的PSY指标 对不对 所以可预期的 该公司在接下来 特别是在今年的第三季 特别是第三季 第四季 明年的单季 第一季 渴望它的获利能力 让各位重新大幅度改观 股价在过往 今年以来从高档一路大滑 那么下跌高达将近40% 这不是跟过去的红准 过去我们六月底进场的经典 一模一样吗 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 从PSY的角度来到相对的低点 好 从操作面来看 要看什么 看胜率 操作 我们要去看胜率 它的胜率就在于 我们去看过去 PSY-50 是不是出现最低点的一个反转大涨 对不对 对 正50起来开始出现大跌 对所以它的胜率是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是不是又来到负50了 负50股价是不是大跌之后 目前小弧度上扬 对不对 这档个股我的看法 各位在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 你不应该再错过 特别是 你可预期的iPhone7 接下来陆续要出楼 那么在这个过程不认 针对被市场忽略的 并且你可以笃定 该公 这是全职股 你会知道不是那小型股 我说一遍 它不是那种小型股 我只能买五张十张的 你可以买一百张两百张的 你会知道买一百张 你会知道买两百张 我们的预期最起码 该公司合理涨幅 最起码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么既然是如此 所以我们明天 我们今天向我们成员 在研究报告里面 已经做了说明 那明天呢 我们会开始启动做进场 那也欢迎各位 针对这一档iPhone7 最重要的一档标的股 那各位您可以在烧带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做个联系 也就是说 你可以笃定该公司的获利能力 在今年将会大幅度改观 也就是当过往以来 一家公司它被剔除在 苹果供应链之外 这次的iPhone7 它重新进来了 并且拿到相关百分之五十 Apple Watch 它拿到百分之八 它是全部南瓜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相信该公司 在接下来的成长力道 将会出现爆炸性增长 你说这样要怎么 这样就快点扮手机 还不然还能够怎么样 你就稍待打电话给服务人员 我的看法 无论如何这一次 你说好歹 你重视 重视你看 你也要留意 我觉得你要去看 与其你等到一支股票 像红准一样大涨的一个波段 金顶一样大涨的一个波段 你只要问我 我再来看看 这个时间点 这个叫低档 它叫低档 如果既然它是低档 那你应该让自己 站在正向去做观察 然后呢 你如果担心的话 你是保守型的 我会建议你 你可以分批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资金 那么 不要买太多港股票 就一档 我是觉得你就锁定一档 不要立股 那你就开始做切入 我们会带您做进场 好 那你把它分成 两至三个部分 那么拙量 缓步往上 适度做 一路往上做加码 那我们相信 除非该公司在未来 上涨过程里面 它爆出非常大的巨量 你再来小心 那反之呢 我们预期呢 目前呢 绝对是属于一个低档区 要不然 PSY它不会到负50 过去的负50 它出现股价 从几乎就同一个点位 是不是出现一个暴涨 然后正50 就从这里 跌了40% 那我们相信 未来呢 将会不排除 是外资纳入 在今年第四季 非常重要的一档标的股 那这里也欢迎各位 稍带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 做个联系 这个叫增赚单股 那感谢大家 谢谢 是 那这个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又秒失 那你要帮我们看看 那明天要怎么操作 明天呢 除了这档之外 大盘罗 整体上台北股市 我们的看法 明天 那记住 如果指数出现急涨 你真的要做避险 那反之呢 指数它是压回的 你不要过度悲观 你还是当它压回 你就站在正向 去做切入 毕竟 当外资在这里面 它走不了 它走不去 走不去 就是走一个大整理结构 既然是大整理结构 那你何妨 就吃它的豆腐 因为它没放跌 可是呢 你要它狂涨 那你不要忘记了 买股票要花钱 它已经花了非常多的钱 那么 所以我们的看法 大涨 请你站在避险 反之它只要急跌 那你要站在正向多方 谢谢大家 是 好 我非常谢谢 又敏老师 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是今天 标古奇奇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